在我們心理學裡面,在講這個自我瞭解 有兩個心理學家很有名 一個叫做Joe,他是翻成周 另外一個人叫做哈里 他們兩個發明一個理論叫做周哈里窗 這個在解釋我們人的自我有四個層次 他把它畫成一個窗戶長這樣子 周哈里窗 這個窗戶很特別 這邊是自己知道的 這邊是自己不知道的 這邊是別人知道 這邊是別人不知道的 就我們的自我可以分成這四個部分 有一部分是你自己也知道的部分 別人也知道的部分,這地方叫做開放我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你自己不知道的 自己不知道的 別人知道的,就別人看得很清楚 可是你卻不知道你是這樣子的 這個叫做盲目我 你對自己感到很盲目的 第三個是自己知道的 可是別人不知道的 這個叫做隱藏我 你把你自己隱藏的很好 可是別人都不知道你是這樣的人 第四個是你自己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的 這個叫做貴之我 然後這四個自我 這樣子劃分 它只是一個概念的劃分 並沒有代表說一定是四個都相等 所以它至少會有四種形式 譬如說呢 有的人他是長這樣子 他的開放我特別大 這種人是我們心理學在講說 比較健康的字 然後你會過得比較快樂 比較放鬆 為什麼 因為你真實的自己 跟別人眼中的你是比較一致的 表示你平常在日常生活中 或工作中 你不用隱藏自己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就儘管表現出來 所以大家認識的你 跟你自己認識的你自己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只有很少部分的 你是你自己不知道 別人知道 那很少部分是 這個別人不知道 然後你知道的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就盡量要做到這樣 你才會比較快樂 才會感覺好像戴著一個面具 在生活 在工作 這樣子 那第二種是長這樣 就是這個盲目我 比較大的 這種人就是 馬不知臉長 猴子不知皮膚 就你明明知道說 就是別人都看得出來 你是這樣子 可是你自己不覺得 譬如說 脾氣很壞這樣子 然後說我這個 脾氣很好 我情緒管理很好 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個人 情緒管理很差 或者是這個人非常的 過度自信 每天都在講說 皮多厲害多厲害 可是又沒有那個料 可是他就學自己說 沒有啊我很謙虛啊 有沒有 這種人就是馬不知臉長 他的盲目我比較大 這是不夠了解自己的 這個了解自己喔 不了解自己通常是我們 人生很多重大災難的來源 比如說 你在很多書上面都會看到 看到這個太陽神阿波羅神殿 的這個十階上面 還有刻了四個字 叫做了解自己 當然他不是刻中文 了解自己啊 為什麼太陽神殿會刻一個 了解自己呢 這跟一個希臘的神話有關係啊 那個太陽神阿波羅 他跟凡人生了一個孩子 然後這個孩子呢 他就生活在人間嘛 他到處跟你講說 我是太陽神的兒子 我是太陽神的兒子 結果沒有人可以理他 他說 你怎麼可能是神的兒子呢 你跟我們看起來一樣 你跟我們就是普通人啊 然後他就很難過啊 他有一天就跑到太陽神那邊 繼續說 那個爸爸 我有個煩惱 就是呢 我到處去跟人家講喔 別人都不相信我 就是你太陽神的兒子啊 對啊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東西 或者是讓我做一些事情 來證明我就是 你太陽神的兒子 然後他爸爸說 你沒什麼好證明的啊 你的確就是我兒子啊 不過既然你想要證明喔 沒關係 我是神嘛 我有神力 我什麼力都做得到 只要你開口 我任何條件都答應你 哇 他這句話還講出 我那個時候 我知道啊 我想到了 他早就想好了 他早就想到他想要什麼 他就說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你讓我駕著你的馬車 運行一次 大家知道 那個太陽神阿波羅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 架一匹馬車 然後後面發一個太陽 然後這樣子繞行 然後就是說 那個太陽神阿波羅 他說 噢不行 你挖陷阱給我跳 我剛剛說什麼都可以 但只有這件事情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齁 在所有的神裡面 只有我 有辦法駕這台馬車 連天神 咒死都沒辦法 對啊 而且齁 我駕這台車我也是齁 很拼啦 我不是說齁 很簡單一個人駕的 對啊 那很難要控制在一定的軌道上面 不能偏北 也不能偏南 一定要往西邊走 然後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然後呢 這個 上坡的時候 上坡的時候很難起啊 下坡的時候速度很難控制 一開始 一開始就那個失控 這很難開的 他自己都很平啊 他就是說 不管我就是要這件事情 那這樣好吧 那既然我都已經答應你了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你 駕打車的時候呢 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方向怎樣 不能飛太高 飛太高的話 那個天上的雲會被我燒掉 開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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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的那個草地啊 樹木都會被你燒掉 所以這很難的 他說好 他就開始 教他怎麼開嘛 然後就讓他上車了 他臨走之前 還幫他塗了那個防曬油 以免他灼傷這樣子 然後呢 就出門了 就一出門之後 那個馬車喔 就開始駕馬車嘛 他就發現 欸不對 今天分量不一樣 比較輕 對啊 阿波羅分量比較高 他是個人喔 分量不夠這樣子 然後那人披馬就突然抓狂 開始狂奔這樣子 然後他駕馭不住啊 對啊 然後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 那天上的雲喔 地上的那個 人民都被他烤得 都燒焦啦 然後最後他受不了整個人 他整個人早火 然後底下也摔死 對不對 齁 所以了解自己這種武術 很重要 你沒有那個齁 屁股 就不要吃那個蟹藥 沒有你的腳 不要吃那些藥啊 對啊 不了解自己嘛 這就是盲目我太大了 他沒有去了解自己的後果 就在這邊 第三種是長這樣 就是呢 這個 隱藏我 比較大 這種人就是喔 活得非常痛苦 譬如說 哪些人是這種人 譬如說很多 搞笑藝人 是這種人 他其實齁 是一個齁 很憂鬱的人 或者是那種多重善感的人 可是他在盈光幕前都要表現 欸欸欸非常開心這樣子 對啊 啊然後去 自己齁 下班了齁 錄完飲了去吃個飯 啊 立文就說 欸你不是那個誰誰嗎 趕快來講個笑話給我聽吧 他根本就不是喜歡講笑話的人 那只是他的工作 他已經下班了 他已經不想講了 可是大家都以為他是這樣子的人 做得很痛苦 對啊 你不敢把你真實的自我 這個 展現在你日常生活中 或者是別人認識你是另外一種人 住你其實過得非常痛 這個是隱藏我比較大的 那第四種是這一種 第四種是 位置我比較大的 位置我比較大 這種人通常是什麼 通常是涉事衛生的 譬如說小朋友 還沒有畢業的 他們為什麼這個比較大的 因為他們對自己不了解 對啊 然後跟別人的接觸也有限啊 所以別人認識他的也有限啊 所以這種人就是屬於位置我比較多 這種就是要多勉勵去探索自己 然後多跟別人溝通 透過別人來了解自己 透過他人來了解自己 啊了解自己的方法 一般來講就是四種 第一種就是你內心啊 包括你寫日記啊 自我了解啊 看書啊 這種叫做內心 第二種呢 就是藉由別人來了解自己 譬如說藉由你周遭的朋友 你看你周遭的朋友是哪種人 你大概就是哪種人 你看別人都很準 你就看你有沒有說 這些人怎麼是這樣子 太好笑了 對不對 那麼驕傲 或者是那麼喜歡批評別人 其實這時候你在講你自己 因為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嘛 所以同樣的人都會聚集在一起啊 所以藉由別人來了解 或是藉由別人的回饋 你跟別人互動 別人給你回饋啊 說欸 你哪個部分喔 可以再改進 或哪個部分很好 優點很好 你就可以越來越了解自己 第三種方法就是心理測驗 可是這個心理測驗喔 不是我們一般講的那個齁 就是講一個故事 然後說呢 有ABCD四種 你會選哪一種 選了A就是怎樣 選B就是怎樣 不是這種心理測驗 心理測驗一般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人格測驗 然後一種叫做性向測驗 人格通常是比較不會變的啦 你大概齁 一生都維持在那個穩定的 可能會稍微有點變動 譬如說你是內向的人 還是外向的人 你是比較神經質的人 比較敏感還是比較穩定的人 然後你對呢 這個外界新的資助 是比較保持開放的態度 還是比較保守的態度 這通常都是人格測驗啦 一般來講 比較傳統的是有五個面向 他會去測出來 這叫人格測驗 你可以知道你大概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那性向測驗 那性向通常是會變的 譬如說呢 你測的就是你現在的性向 譬如說高中畢業 或是高中剛入學 的時候都會做一個東西嘛 就是測驗你將來會去做什麼職業 可是你那時候做的 跟你現在做的會不會一樣 就不會一樣 對啊 譬如說我那時候做的是說 我對理工方面比較有興趣 那現在做顯然是不會的啊 可能是對社會科學 對人文比較有興趣的 所以那個性向也是會改變的 這個是第三種方法 心理測驗 剛剛講第一種是自我了解 第二種是透過別人 第三個是做測驗 第四個呢就是透過心理諮商 可是這個我們台灣實在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習慣嘛 我們台灣都是找算命師比較多 也許對有些人來講這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算命師會跟你聊天 如果他真的是還算蠻有道德的 不是要來騙你錢的 要來幫你改命改運的 然後給你一些符水什麼的 不是這種的話 他也是會跟你聊啊 對啊 跟心理諮商是很像 只是說他比較沒有理論依據 心理諮商是會藉由跟你談的過程中 引導你去了解你自己 譬如說我們之前分享過一本書 那個領導學之父華倫班尼師 他就講說他去接受心理治療的經過 一開始去呢 因為心理治療師 尤其是那個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取向的 他們通常不太講話 就說你有什麼要講呢你就講 然後他就開始不講話 然後你也不講話 然後兩個就這樣很尷尬這樣子 然後因為太尷尬了 你就要起一點話出來去講 那班尼師一開始就講一些 微微擦邊球這樣子 講說我其實是一個在教官那個領導學的 學者啊怎麼樣怎麼樣 啊我的老師是誰是誰多厲害這樣子 所以只講自己的優點 他都不講自己的缺點 可是呢因為每次都是他在講啊 他醫生都不講 來了兩三次之後他覺得有點怪 他覺得他每天哪像在說謊一樣 對啊 他就慢慢的 然後那些豐功偉業也都講完了 可能他醫生還是不講話 所以他應該找一些新的話題嘛 所以他只好開始講什麼 他只好開始講一些他真的比較內心的話 然後比較不想讓人家知道的 然後比較硬暗的那一面 欸他講出來之後 又過了幾個禮拜 他發現說他為什麼去找經理醫師 然後他去心理治療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他去心理治療這個30個小時 30分鐘的時間喔 根本醫生都沒有講話 突然他自己在講 所以這是一個機會 就是有一段時間 然後有一個人他很專心的替你講 然後當然他也要有一些心理醫生的素養 譬如說他會幫你保密 然後呢他會知道什麼時候該給你回饋 什麼時候該給你建議 然後什麼時候該給你一些支持 這個是有經過專業素養的心理醫師 他不會把你的秘密講出去嘛 所以你很安全 然後你也信任他 你再一直講一講 那你在講的過程是自我了解 然後自我統整 所以這也是一種方法 可是我們顯然對我們來講 是比較不適合的 因為他很貴 你講你止輕快 然後你也找不到真的 很專業的心理醫師 或什麼的 對啊 所以我比較建議呢 用第一種方法 或第二種 第一個就是從人跟人 互動之間了解自己 第二個是自行法 那自行法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方法 你可以去做一下 就我們在了解自我上面 有一個小小的測驗 你可以寫說 你可以去完成一個句子 叫做我是誰的這個測驗 我是某某某這樣子 後面 後面讓你自己填 後面可以填名詞 也可以填 不是這張名詞 也可以填呢 形容詞 譬如說 我是這個理性的 或者是比較感性的 或我是很有同理心的 或者是呢 我是很這個驕傲的 或是我是很有自信的 我是很自卑的 這是形容詞 名詞 譬如說我是 我是獨行俠 或者是開心果 或者是呢 這個萬能米 這就是名詞嘛 你自己去寫 啊寫越多越好 看你可以寫多少 一般來講 有的人會寫得很慢 如果你寫得很慢 表示你對你自己的了解呢 不夠 你要多去探索自己 那你寫比較快 下筆喔 如果有神柱 要一直寫一次寫 那要寫多少 當然越多越好 越多表示你對你自己 越認識 啊至少要寫20個 如果你有辦法寫出20個 你對你自己的了解 是比較足夠的 那如果寫不到20個 然後寫到7個 然後就卡住了 找不到形容詞了 或找不到名詞了 那表示你對你自己的了解 還有待加強 那做完這個之後呢 這是第一個嘛 寫完了這個20個 你其中的代表是哪邊 代表是這邊 你自己知道的 然後你再把這個題目呢 拿去問你 問最常跟你相處的那些人 譬如說你的同事 你的家人 你的男女朋友 你的伴侶 請他們幫你列 幫你這個 他也寫20個以上 所以說 爸爸改成你是這樣子 他就幫你寫 比如說你是肥胖的 你是什麼 愚笨的這樣 他就幫你寫 寫完之後呢 是屬於這篇 別人知道的 然後你就會去看喔 這20個特質裡面 可能有5個 或10個 是重疊的 那重疊就是這個 開放 你知道你自己是這樣的 別人也知道你是這樣的 如果你有寫到 他沒寫到的 就是隱藏的 你覺得你是這樣子的人 譬如說 你會寫說 你其實是很幽默的 然後別人寫說 你很嚴肅 所以你在 你不知道的那一面 是你其實蠻嚴肅的 然後呢 別人不知道的那一面 是你其實也是蠻幽默的 只是你可能 沒有表現出來 或是你不想表現出來 經歷很多原因嘛 譬如說你可能是 你的身份 你的職業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譬如說你是國家元首 或是什麼什麼的 你不能講那些 你自己以為很好笑 還是人家會覺得很討厭的話 這就不行嘛 所以可能是 跟你的身份有關係 對 然後所以只能這樣子 這個部分 位置我怎麼測出來 位置我就是位置 所以測不出來 就是你還有帶去 自我了解的部分 這個是那個 剛提到說那個面具 自我了解 我們都戴著面具去 去那個 去偽裝 我們為什麼會戴著面具呢 然後有哪些面具 譬如說這個 佛洛伊德 他們精神分析的講法 他們覺得什麼是面具 面具就是這個東西 叫做自我防衛基準 譬如說有很多 我們常在提 譬如說合理化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譬如說呢 酸葡桃西里 酸葡桃西里 否認 逃避 說謊 還有呢 還有呢這個 升華 還有投射作用 還有反向作用 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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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償作用 幻想作用 還有啊這個 代替作用 這是比較常見的啦 譬如說合理化我們很常講啊 通常合理化是會合理成什麼 外在歸因 譬如說考試考得不好 小朋友 譬如說 譬如說 成績單一番回來 他們說 啊你的課怎麼考那麼爛啊 他說沒有啦 那都是誰 都是齁 我考試那天 弟弟妹妹 帶妹子炒 然後一炒我根本就沒辦法 準備功課嘛 對啊 或者是說 這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老師這次出題目太偏了 他出的我都沒唸 我唸的他都沒出 這是合理化 對啊 通常合理化都是打責任 因為我賣推比較多啊 那第二個是 酸葡萄心理嘛 酸葡萄就是說 你得不到你想要的 那你就會說 那個東西其實也不好 譬如說 你這種講 你那個 尾牙的時候公司抽獎 然後你就抽 就說好 結果呢 第二 有20 20個獎品嘛 然後就說 抽到我的第10個 你都沒抽到 你就開始合理化說 我贏第一次大獎 不是小獎 那你全部抽完了 40個獎 都沒抽到 這時候你就開始酸葡萄 你就說 那些東西有什麼了不起 我家全部都有 對啊 那旁邊的人就是 旁邊的人看就很明顯嘛 這很明顯就是酸葡萄 對啊 這就是一種面具 可是你要不要佛生 真的把別人面具摘下 不要 為什麼會非常痛 你就說 啊你自己沒抽到 就這樣就跟你講 這個什麼 你把他面具摸起來 他會很 他會很 很痛啊 他會很丟臉 你不是說 變小燈水瓶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我們只能戴上面具 因為呢 我們沒有安全感 或者是我們沒有信任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戴著面具 啊當什麼時候 你才會把面具拿下來 當你跟這個人之間有信任感 或者是呢 有安全感的時候 你才會把面具拿下來 所以你去給心理醫師做心理智障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麼快可以進入情況 通常前面要有一段關係 是在建立那個 治療師跟當事人的關係 當你們建立起一種 安全的氛圍 然後信任的關係之後 你才會願意對他土土心深 自我揭露 他才有辦法幫你解決一個問題 一開始其實是沒辦法的 然後什麼否認逃遇說謊 這三個常常在一起 譬如說做了什麼事情 譬如說偷東西或什麼的 譬如說是你偷的 譬如說不是 怎麼可能是我 都是誰誰誰誰 可以跟他說話 這是做壞事 那升華是比較好的啦 譬如說 你有一件你沒辦法遷受的事實 那怎麼辦呢 你可能會想說 你要加倍努力來證明你自己 譬如說有的人是家裡面很窮 所以他長大了 他就想要努力賺錢 或者是呢 這個爸爸呢 會家暴 他媽媽 他長大之後呢 就要證明自己說 我是一個齁 這個不會家暴的人 他就要對別人很好 這就是有升華的作用 或者是他內心有一些欲望 他這個欲望是不能被社會文化所接納的 譬如說他很愛偷窺女生 或很愛看A片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這個大家會覺得說你這個人是社情謊還是怎樣 他沒辦法滿足這個啊 需求啊怎麼辦 他就昇華 譬如說他變成藝術家 所以他常常可以畫那個女生的裸體 畫人家不覺得怎樣 或他變成部落客 專門在寫A片的評論 一見晚春秋 人家就會說你這個很專業 也不會覺得說這個人很乖 他這麼多我的職業要怎麼辦 我也不想看啊 這就是一種昇華的作用 把一些負面的欲望 或者負面的情緒 把它往好的地方 所謂好的地方 就是社會能夠認同的地方去發展 投射作用就是你自己的特質 你投射到別人身上 比如說小朋友 小男生喜歡班上的一個女生 這時候呢 他看了其他的男生 都會覺得其他人在喜歡他 有沒有 然後就說 你是不是你也喜歡他喔 哎呦喔 那個男生和女生 其實是他自己喜歡他 可是當他自己喜歡他的時候 他這個情緒就會投射到別人上 他看誰都覺得說別人喜歡他 所以有的人 有的時候呢 為什麼常常喔 會指出別人的缺點 然後很明顯 然後沒辦法接受這個人的缺點 通常就是因為 因為這也是你的缺點 然後你沒辦法接受 所以你把它投射出去 對啊 譬如說 如果齁 你常常可能 配合你一個 也有一個朋友很龜馬 什麼事情齁 都要弄得齁 這個很神奇 就說你搞什麼東西啊 怎麼那麼龜馬 才會一直在罵他 其實你為什麼會一直罵他 你為什麼會看到他的缺點 是因為你自己也有這個缺點 然後你沒辦法接受他 你不承認你有這個缺點 所以你就一直在指責別人 這叫投射作用 反正來說就是 這個 心裡面講的 心裡面想的 跟講出來的不一樣 譬如說我剛剛講那個 小男生和小女生 然後有人當問他說 你是不是喜歡誰 沒有啦 他怎麼可能 都這樣討厭他 這就是反向作用 認同啊 補償 這個我就不一一講啊 因為太多了 譬如說補償 補償大家比較常遇到 就是小孩子 爸爸媽媽 這個 這個 爸爸媽媽都在上班 沒有時間照顧小孩 沒有時間陪他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都沒有在照顧小孩啊 怎麼辦 都補償了 給他很多錢 他要買什麼都給他買 這個就能夠 他沒有辦法接受 他是一個不盡責的父母 因為他都沒時間陪他買 可是他用這種 金錢補償的方法 他就可以跟人家說 哪有 我很照顧我的小孩 他要什麼東西我都買給他 他又去給他最好的 我很賣我的小孩 他就可以接受 他其實 其實沒有照顧小孩的這件事 這就是一種面具嘛 替代作用也有啊 然後這個男女朋友之間也有啊 譬如說男生到外面偷心 然後他沒辦法接受說 他背叛他女朋友或老婆怎麼辦 就買個賺戒尾了 送給他的女朋友或老婆 這是那種禮詐 說我其實對他很好 對啊 他代替作用也很像 跟這裏很像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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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跟女生 夫妻之間感情不合 這個男生跟老婆感情不合 然後他就會去找一個小三 可是小三呢 可是小三不符合社會的期待 所以他就會說 這個是我的紅粉之極 可是他就是說 我一個女朋友 我一個老婆 所以這兩邊都沒有違反社會的認同 事實上他是在找一個代替品 代替他的這個老婆的 他的伴侶的這個角色 因為他在他半人身上等不到親密感 所以他只要去找另外一個 然後又說這個只是朋友 這只是自己 然後來代替他的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人其實有很多面具的 那你要怎麼樣去自我了解 就是用剛剛那些方法 然後透過別人 可是如果你是那個別人的話 你也不要呢 雖然你看得很清楚 他就是一個怎麼樣的 他就是戴著面具 你也不要去把他的面具 摘下來 因為他會非常的痛 然後他會受傷 為什麼我們要戴這些面具 因為保護自我 如果你接受到那個真相 你心裡還沒準備好 你其實是沒辦法接受的 對啊 你有辦法接受說 你生了一個小孩 然後呢 其實你非常不愛他 你很想把他掐死 因為實在太累了 你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嗎 你根本也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可是很多 那個新手父母 其實心裡面想的都是這樣子的 他根本每天都睡不著 然後半夜都被小孩吵醒 然後照入累的妖命 很想一手把他掐死了 可是他沒辦法接受自己這個事實 所以他就用很多面具來安慰自己 所以一定要在適合的時間 然後適合的關係的時候 你才可以輕輕的 把他的那個面具這樣子 慢慢的 一點一點撕下來 像我們貼掃上Pass 不能這樣 不能痛 要慢慢的這樣一點一點點 可是這樣也是很痛 有時候是直接撕下來 比較長痛不如短痛 那就是面質 你是不是怎樣怎樣 那就是一次撕下來 長痛不如短痛 這種也是有的 好 然後呢 這個